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又再一次研读约伯记 约伯记的主题探讨受苦 特别是无辜人的苦难 但是面对苦难就衍生出安慰的议题 所以在未来几次的每日亮光 我们要借着研读约伯记来反省 作为安慰者的提醒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考一个议题 叫做一厢情愿的安慰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发现 约伯的朋友本来是来安慰他的 但是却恼羞承诺 竟然开口说愿上帝开口攻击你吧 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话 约伯才会有智慧 认识到自己的罪名 这样的安慰里面 所反映的是态度的问题 首先是骄傲的安慰 就是安慰者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原本是来安慰的结果变成是来教训的 而且带着态度上的高傲的教训 并且从内容我们可以发现 他将罪恶和受苦画上完全的等号 这样的安慰没有带来医治 也没有带来力量 反而是对受苦者一种二次的伤害 这样的安慰其实根本就不是安慰 甚至是压垮受苦者最后一根挡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被提醒 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探访受伤生病的 我们需要去鼓励心里软弱的人 我们需要去帮助那些在生活上 遭遇困难的人 但是每一次我们有意 无意以强者对弱者的态度来说话 我们就会犯了骄傲与自以为意的毛病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就不再是安慰者 而是论断者 我们不但不能帮助人 我们还因为自己自以为意而犯罪 愿主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而让我们可以带着上帝的慈悲怜悯 去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当中 来真正成为安慰者